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一看 这些木材的我们家军事 现在要给你们看一看 我们的城市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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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聖娘 我是殷飞 今天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 特殊的一个日子 今天是2月24号 让你来说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 是俄乌战争一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 大家有一直看我们视频的应该会有发现 我们两个在这一年当中俄乌战争当中 我们两个制造的视频会有意的来避开这个俄乌战争的话题 因为我们两个拍摄视频的一个本意 就是想让大家从我们的视频中获得一些开心的事情 获得一些正能量的这个传递 但是呢,毕竟人家的爸爸到现在还生活在乌克兰 依然生活在乌克兰 现在还处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漩涡当中 人家即使人家现在生活在非常安定的中国 也是多多少少心里还是非常惦记着自己的父亲的 今天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 很多朋友们给我们两个发了私信 其实主要就是问问咱们爸爸在乌克兰生活的还怎么样 大家都比较担心爸爸 也想知道现在在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了 乌克兰那边的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 然后那边的这个物价有没有变化 那边的人们受到战争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爸爸生活在乌克兰基辅州的一个小农村里 然后呢,正好在这个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 爸爸也是特意为大家制作了这么一期视频 主要呢,就是针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比如说大家的这个想知道乌克兰的物价 然后想知道乌克兰老百姓最近的一个生活状况 然后想知道这个人家家乡的这么一个状况 以及爸爸最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然后爸爸都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来录制给了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视频 你好, это опять Игорь Что я вам хочу рассказать Вот скоро год, как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война Хорошего ничего она этот год не принес Намного стало жить хуже Цены растут Работы нет Я вот, к примеру, хочу за цены сказать Если хлеб стоил у нас 15 гривен Сейчас 25 гривен Про мясо я вообще молчу А наше сало украинское Это вообще стало золотое Стоило гривен 50 Сейчас все 200 гривен стоит Работы тоже нет Это хорошо Что я вот езжу так по шабашкам Прораб меня вызвал На шабашку На старый объект Вот мы теперь Для кого-то война Для кого-то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Норм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Вот мы построили домик такой бетонный Это банька На берегу озера Человек будет приезжать Сюда На выходные Ездил домой на побывку На полторы недели Наладилось все Свет уже не выключали Люди уже стали привыкать Жить со светом Приехал вчера На работу Вышли сегодня Поработать Сейчас опять Выключили свет Неизвестно насколько Хорошо что Ракеты не летают Здесь не слышно Дома конечно Тревога так и гудит Как и гудела А тут Село забитое Спокойно все Живем мы в такой Хатке Старой Хорошо что зима теплая Была Не а хата хорошая Теплая Там печка внутри есть Ну Условия нормальные А село забитое Надеюсь Скоро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Все Всем пока Вышел в город Идет дождь Света у нас нету Сейчас покажу Как у нас без света Работает Это наш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Стоят Генераторы Новый магазин У нас Сима построил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Там у нас Энотеатр Сейчас немножко хочу Показать вам Наш город Это школа Школа В которой училась Женя Это наш Днепр Субтитры 心里面 特别的难受 像心在滴血一样 我的感受可能还会小一些 尤其是热尼 那个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他看到了他的家乡 那种破败的样子 然后他的学校 没有了灯光 没有了孩子 然后看到了那个马路上 没有了人气 小的时候 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 其实马路上当时是有很多人的 对吧 当时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现在大家在那个视频上 看不到任何的人 商店要靠这个发电机来发电 我想象不到 如果把我换到那个环境当中 我们两个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很感谢我们的祖国 中国给了我们一个 能够安定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 只有和平 这个社会才能够场之久安 是和平 其实当你发生 遇到了战争之后 你就会发现和平是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两个其实对这个战争 我们没法来做任何一个评价 对于热尼亚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没有任何评价的一个权利 如果非要问我们的这个政治观点 我们是和我们的祖国站在一边的 中国外交部他有什么立场 这个立场就代表着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已经一年了 真的希望早一些结束 然后看到爸爸现在那种苍老的一个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能把他接到中国来 因为在乌克兰 六十岁以下的男性 是不许去出国的 我们很想把爸爸接到中国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他在那种环境下来生活 在那种环境下还要去工作 当然了我们会 每个月给爸爸 一定资金上的这个资助 但是对他心理上的伤害 是任何金钱上物质上的东西 所弥补不了的 好吧 今天话说的有点多了 然后主要就是 看了一下爸爸用真实的镜头 记录了一下 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所记录的一些真实的影像 然后 大家珍惜和平 感谢祖国 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 安定和平的一个生活环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